我們剛才其實愛情少衛這個音樂的作品 其實可能對一般的我們說李仲勝老師的歌迷們來說 應該都是非常耳熟能詳的歌 這張專輯其實他新創的都很經典 還有另外一首歌我覺得也是很經典 哪一首歌 和自己賽跑的人 這個也是非常 我覺得第一個他是一種勵志的 因為當時候那個年代 我記得每個人都為了 比如說高中為了要考大學對不對 那個每天 我小時候也曾經被送過補習街去 真假的 為什麼 你應該是把老師送到自己家裡面來才對 怎麼會 對吧 自尊我這樣講沒錯吧 沒有啦 其實 那一段是我的很難忘 那一段真的是很難忘 你會去補習街幹什麼 就讀書 然後呢 然後就閱讀 人家在說越討越刺就是這樣 真假啊 對啊 就是閱讀越 那怎麼辦 就後來就跟家庭抗議了啊 我還以為你是因為 後來因為聽了 和自己賽跑這首歌之後 整個勵志的起來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在別人身上是可以勵志 其實在我身上起不了作用 因為我有免疫 那你幹嘛提升這段精力啊 沒有啦 最主要是因為這首歌喔 他其實在當時候是他寫給就是一樣都是在滾石裡面的另外一位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音樂的製作人 對 就是這個張培人 張培人啊 那其實齁 在當時候 我覺得像我們常常都一直在追兩張專輯很難追 那我每次看到我都會不太願意面對 因為那個又要花錢 哪兩張 有一個叫 有一個團體叫唐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還有一個叫黑豹 他是屬於比較 我覺得他就是一種搖滾樂 就是那種有點像是 天啊你聽得也太廣了吧 我真的比較不熟 不好意思 唐朝跟黑豹這兩個團體 對那其實 像還有 陸杜偉啊 張柱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 我覺得 就是在那種經典的搖滾樂裡面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英文人物 那其實 張培人就是裡面的一些策劃者啊 那他也是一些 幫忙的這些的製作人 那我覺得就是 這個我覺得喔 一個是一個主流的音樂 對 一個是比較 非主流 可是是為了音樂的 的這個精神而創作的 那我覺得這兩個的這個主力會不一樣 那我覺得李宗盛大哥寫的這首歌 其實就是要給張培了 就是他希望 嗯 是彼此互相鼓勵 互相鼓勵的一種一種情誼 那這個 這個我也看得到他們在當時候的這種 所謂的就是說 音樂人跟音樂人之間的一種 呃怎麼講呢 互相的加油打氣這樣 互相的加油打氣啦 或者是說一種同事之間的一種 呃鼓勵 那這首歌我覺得 呃在於那個時候的年輕學子 聽了這首歌我覺得也是一種 有一種起到了一種勵志啊 當然對我來講是免疫啊 真的那你也舉個好一點的例子 舉一個你有因為這首歌被啟發的例子出來 這 沒有這首歌我覺得也是非常的經典 那那這首歌我覺得呃會創作出來 其實呃不不一定說是要寫給張培人 我覺得他也是想要寫給所有的的人 為了你的自己的生活 嗯 或是為了理想的人 嗯 你要和自己賽跑 對你要很努力的去過好你的每一天 對對 這這個是我覺得他想要跟大家呃分享的這種想法 嗯 其實在他那個年代裡面喔 嗯 其實我們好像很受到很多的教育跟那個觀念的灌輸都是 我們好像都是拿自己去跟別人賽跑 是 其實喔 殊不知其實我們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競爭者 我們每一天要求自己有進步 知道自己該往哪邊去發展 應該這才是最好的一個一個方向 對沒錯 所以嗯最最最應該要跟自己 呃最應該要賽跑比賽的人其實就是跟自己 是對不對 所以他寫這首歌其實我覺得 欸他很精準的去道出了其中的這個最重要的一個特點 嗯 其實也不用跟別人比啦 你最大的敵人就是你自己 對所以這首歌嗯 也在當時候呃1989年的時候他寫嗯他這個算是他的這個是他的新創嘛 啊是 那我覺得其實講真的這首歌對我來說我聽到的時候我我看了歌詞 我也認為嗯他這真的是非常鼓勵人家向上的一首歌對那我就呃也可以跟大家來分享這一首歌或許這一首歌並不是那麼屬於主流對很主流可是我我覺得他應該要讓更多人去了解嗯你的一些呃要很努力的再跟自己賽跑對對不對對對對對 努力的掛好你的每一天做好每一件事情嗯嗯嗯所以我們說常常聽到像李宗生大哥他有很多呃他的作品裡面啊就是書寫的是每一個人像凡人哥啦鬼迷心俏啦等等嗯我們都可以很輕易去帶錄到裡面的角色裡面對不對是他他他可以像這首看自己賽跑的人裡面啊他其實我我認為他有一個很深的形式在裡面是哦所以這首歌是應該是你的口袋名單對不對哦當然啊私房菜這樣子對對 我我剛剛這邊有看到他的歌詞裡面有寫哦嗯他說親愛的Landy是我的弟弟嘛是你很少贏過別人但是這一次你超越自己哎這個剛才我們跟大家在做分享的時候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你可能外面的人好你比不晚啊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起點然後不同的目的對不對哦嗯那所以每一個人的境遇也都不一樣但是呢 我們如果可以一次又一次不斷的超越自己其實最終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達到自己想要的那個位置對不對是沒錯哇天啊我們又變成是一個心靈勵志的一個單元這樣 沒有因為我們是一個優良的節目我們是一個優質節目是不是對對對好了解好我們看到這個製作人點了一個滿意的頭這樣好是好那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第二個階段就來跟大家分享這首呃應該是黃老師的私房菜啊他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曲 和自己賽跑的人 我認識到我認識別人但是這一次我認識別人但是這一次你超越自己 雖然在你離開學校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認為你不會有初心你卻沒有因此冤天有人自暴自欺 我知道你不在意因為許多不切實際的鼓勃 我認識別人或者遠方 what you are 我知道你不在意因為許多不切實際的鼓勵 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 或是远方亲戚 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 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 离你而去 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 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期 在那时候我们身边 都有一卡车的难题 不知道成功的意义 就在超越自己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 为了更好的未来 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 非凡的胜利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 为了更好的明天 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泪得如无停行 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 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 离你而去 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 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纪 在那时候我们身边 都有一卡车的难题 不知道成功的意义 就在超越自己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 为了更好的未来 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 非凡的生命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 为了更好的明天 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永不停息 都会发生了一种意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